921地震十周年特别拍摄的电影《雨过天晴》 在周一的晚间举办了签署会 收入全部都捐给了赈灾基金会 那么戏中的女主角曾凯旋看到了影片当中自己饰演的角色 甚至是好几度都红了眼眶 妈咪 没人打啊 有了一下子 有了一下子 小心点 影片中小女生小琴在921地震之后父母双亡 但是在遇到了领养家庭的小琴 擦过泪再出发 就像电影名称一样真的雨过天晴 这部描述走过921地震十年的电影举办首映会以及签书会 现场很多民众看着看着进入剧情都哭了出来 演员曾凯旋饰演长大后的小琴 看着电影中的故事 电影中的自己曾凯旋也是哭了 我现在到自己看 自己看我都还是觉得很有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今天想要 今天虽然921也好 八八风宅也好 我们已经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 开拍的当天刚好是八八水灾的第一天 那我们的主场景跟一开场的场景 在一夜之间就全部全部毁了 那我当下我的确有一点无力感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那所有的天灾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就是这样就来了 或许这就是老天爷给的试炼吧 但没关系说好不哭 因为现在雨过天晴之后的太阳 带来更多的力量 还有希望 中天新闻张耀与王志仁 特别报道